来看到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的消息 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18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演出圆满落幕 观众们赞叹感谢神韵为当地观众带来超凡体验 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带观众穿越远古的历史 正是今日的现实展望辉煌的未来 当大幕落下时留给观众的是前所未有的文化震撼 我爱神韵 从2007年神韵第一次来丹佛起 就开始追随演出的科州第28选区参议员Nancy Todd 已经成了一位名副骑士的神韵迷 阿湖 当他在弦舞台上玩得很安静 我能够闪着眼睛 似乎去听 特意穿上中式服装前来观看演出的Nancy Todd表示 中华文化对世界非常重要 曾经骑自行车10万英里穿越六大洲的作家Frosty Woodridge 为18家杂志共稿 首次观赏神韵让他兴奋不已 我一直在写上书 我写这个节目中 我扩过五个字的放誌 当时的节目中 我会写一版本的文化 是超级的 超级的神韵 我们会有我的刊目中 这些评论会上有可能 很多观众都表示来年他们一定会再来观赏神韵 一年一台全新的节目带给观众的是永远的惊喜和同样完美的体验 他们说这是艺术的最高展现 新唐人记者曾曾美国丹佛报道